搞定了这个FailWriter 这个是写入完了以后 咱们要想做的很简单 是不是要说把这里边已有的数据怎么样 就读出来呀 对读出来 我为了读这方面大家注意看 我就写个ABCDE好了 就留这几点数据得了 就读这个了 就open一个 看着 读怎么办呀 需求是要弄一下呀 把这写到这来 接下来第二句叫 哪里 叫做 读取 一个什么 一个 文本 文件 那将读取到了什么呀 字符 打印到哪 控制台吧 行吧 就这么回事 这怎么弄啊 我觉得咱还是把这什么样 把需求先定到这好 是不是 来先看 这里面谁呢 大家读的时候 读咱是不是要找Rader 必须的吧 看一看它顶槽 Rader里面有什么呢 毫无疑问 说读的方法呀 这是肯定的 好吧 读的方法当中啊 你发现 是不是有读取单个字符啊 是不是还能 还能读数组啊 对 还能读数组一部分的 是吧 他们读的方法有很多 咱就先说这个 读一个字符的 那单个字符吧 能读老师 找对象呢 另请餐间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 和文件相关联的 哎 这能写什么可以啊 可以是吧 背包 Rader 用来读取字符文件的 便捷类 那么大家 不用再废话了 好吧 我先把这写上吧 就是 同上理是这样吧 同上 是吧 叫什么啊 找到了谁 不要Rader 哎 字符读取流 操作文件的功能 对不对啊 多猛了呀 光看名字就顺穿 知道吧 名字起的很重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演示一下呗 是吧 紧跟着就创建一个 叫做类 这里边应该叫做 fail什么东西啊 Rader 这里边来一个fail Rader 它就代 帽 这里边跟上一个主案数 把需求付出过来了 注意啊 就读这细节 也比较多 来看一看啊 首先第一步 什么呀 当然是创建一个 能那个 读取 自图数据的什么 留对象吧 来看一下这个 Fail Raider 这里边有什么 一样 构造机器下看不懂 但是这个能看懂吗 哎 你说为什么没有空的吗 哎 你这要读哎 你读的话 是现在有文件 就是读啥啊 你都不知道 是这样吧 好了 那就意味着 我先写上它啊 File Raider F2等于 F2等于 Nu一个 非要什么 Raider 跟什么 关联一文件 这文件我叫做什么 Imo 什么 倒一包 欧业 知道吧 叫做 在 读一样 在 创建 读取 流 对象时 必须要明确 怎么样 必须要明确 被读取的什么 对文件 被读取的文件 就这么简单 但是呢 一定要 确保 确定 该文件是什么 是存在的 诶 写的时候 那文件 是不是可以不存在 你不存在 读的时候可以见 对 读的时候 这个存在 为啥呀 你读的时候 读在我见 也没有用 为啥呀 没数据 我读的什么劲 是不是 所以记住了 这个呀 它会抛出一堂的 这个一堂就是 文件找不到一堂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用一个读取流 关联一个文件 哎 关联一个 已存在文件 就这么简单 大家 老师就把这个 异常抛出去了 我抛个大个IO吧 好吧 哎 听这么明白了吧 接下来大家不用 再啰嗦 麻烈 就做 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 哦不对 用RAID中的什么 类的方法 读取啥 读取 读取呢 字符 对吧 哎哎哎 对不对 我就读一个了啊 你看着大家啊 所以我就路路路路路 快了哟 他爹呢 还是不是这方法 我点一下 这啥玩意儿啊 抛IO异常 这我能理解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读读读 读失败的时候有可能啊 然后你看着啊 读取单个字符 在字符可用发生 IO异常 都是此方法一直阻塞 这先不说啥 先别着急 反为啥呢 作为整数读取的字符 在零到六五三五之间 差类型的取之范围 如果以读的结尾 反为负一 不知道啥意思 那怎么办 看着啊 老师先读一读一路 稍等大家 后卫了 为了也是方便 懂吗 提高忽悠性 特玩整了五个多深 多长了 印的CH等于FR点Rain 我这么写对不对啊 对的大家 为什么呢 因为Rain的方法 在调用的时候 调用完以后 反为是不是印的值啊 是的 异回啥呀 是不是对整数返回呀 那可不就是 印的吧 老师这里读啥啊 不知道 CH弄下 要不要啥呀 读你世卫调分的资源呢 关他 IFR点什么 Hello 露克拉露克拉 第五件 对不 对不对吧 对不对吧 欧巴 哎呀 我跟你讲吧 你能从这看到AB 那是为啥呀 那是因为这个 记事本已经解析了 你懂吗 在硬盘存的 是不是这97的 二进制 多新鲜啊 欧巴 老师读一个呀 那我就弄嘛 欧巴 说老师我们就看98核是吧 哎呀 我跟你讲 你愿意的话 是不是啊 啊 哎 说那个 那老师我那 我再读会啥样的 这才是最有趣的事 懂吗 二 二 看着 你一个弄 哎 哎 我没有写这东西啊 也不行了 不能用这图了 看着啊 就一遍啊 就一遍 这啥 欧巴 这硬盘上吧 其实就存着一段 97 98的二进制 你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我画这个 你是看不懂啊 对嘛 所以我画这个了 这懂吧 就代表着 它在硬盘上 是这么个标识 听懂的意思吧 其实存的是不是 二进制 对 然后呢 我再告诉你 一个有趣的事 是吧 这个AB啊 它是不是叫做 demo.tid 文件中的数据 硬盘存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 有开始有结束 做啥呀 为什么 我跟你讲 任何一个文件都这样 你试想一下 在硬盘存文件 是不是连续的呀 存放出去是连续的嘛 对吧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 你有两个天地文件 我打开一个 它不读另外一个 是不是吧 就这么回事吗 那为什么 我这把全都dvd 我打开一个 它只不放一个 不放下一个 是吧 因为那些数据啊 在存的时候啊 它们都有一个 投标识 和一个伪标识 这能懂吗 没有伪标识 你想想看 硬盘的 那个读写 读取的时候 它知道读哪是结尾呀 它都不知道啊 所以都有结尾标识 那假设 硬盘这文件的结尾标识 注意听 我是假设的 是个警号 这边吧 当然这个佛道是啥 你这个 这个这个标识怎么结尾的 那你得问windows 在硬盘怎么搞呢 听到吧 我就以个意思一下了 然后呢 你看着 这瓷头吧 要按个足了嘛 那么首先 我们第一步什么呢 注意听 就这个过程 我说一遍得了 r就等于 new一个file reader 我就关联了 dietjt 然后呢 你看着点啊 fr.read 大家 这个哥们就返回了 一个ch 是吧 到底是啥呢 其实啊 是先和这个文件 关联了吧 当掉锐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就走了底层了 明白吧 最后就走了windows了 windows操作这些硬件 干嘛呢 就开始找这文件去了 明白吧 找着以后 就从这文件 这个位置开始读了 你调用一次锐的 是不是读了一次 对就读了一次 是这么回事 我这一个读 就把这哥们读出来了 这读是几样 97 注意读的不是A 硬盘的一串二进制 明白吧 是这么回事 然后呢 读完这97以后吧 我就打下97了吧 那这我就不说了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SOP嘛 就是这个是什么呀 那个ch嘛 然后当当是97出来了 是吧 然后我这吧 我又读一次 你没有这个意思吧 我又读一次 大家你觉得 他可能是说 我还读这97吗 大家 你这寻到这边 往下走啊 你可不就这样吧 对吗 然后就什么样啊 是不是读到98了呀 是的 这读完吧 读到98了 是这样的 读到98以后呢 是吧 我就打98了呗 SOP CH1 那当当 就98就完事了 紧跟着吧 我就怎么样了呢 我觉得我就 诶 我想再读一次 FRA.ray rate 然后呢 这边怎么样啊 这只是几样 然后你看着啊 他读下吗 他真读下了 怎么样啊 诶 一个飞 结束吧 对的 Wandos已经读到结尾了 你知道怎么办了吗 Wandos结尾以后吧 这哥们就把这 比如标记怎么样啊 就告诉谁了 告诉虚拟机了 说啊 哎 没事了 没东西了啊 然后虚拟那边怎么样 你认为虚拟机会把这标记 放给你吗 啊 他会把硬盘的 就是标记放给你吗 不会的 虚拟机怎么样啊 为了让你能知道 为了让你能清楚的知道 读的结束了 他能让你个 告诉你个简单的标识 标识一个问题 他就用负一来表示 你妈妈 为什么选择负一 我要告诉你 那 因为 能读的字符数 都在哪 零到 零到六五三五 有负一吗 没有 我个人是吧 因为字符的曲的范围 是从零开始取的 所以没有负一的概念 他就认为 负一作为 留的结束标记 听见了 叫做结尾 就这么回事 所以呢 这个哥们一读完 往回一反的时候 这个哥们收到啥呀 负一了吧 OK 所以我老师 我再用一次呢 啊 还是负一吗 听懂了吧 那那怎么样呗 所以大家 哭哒啰嗦了 到这明白了吧 啊 这么写是不是烂抽了啊 烂吗 那你问怎么写 首先第一点就是 这个语句是在重复执行 要让方的循环当中 第二个是 这个CH这个变量 是不是在变化 是的大家 所以我就定一个变量 就等于零 OK while循环 麻呀 CH就等于FR点上一个ray 每次读一个 只要这个什么样啊 不是负一 我就连续读 是不是 OK了 来一个这个 大家 我就走你 看着啊 哎 哎哎哎 这这样 能不能来谁啊 这个X类型的 有没有 CH 大家看 倒负一 是不是不读了呀 是的大家 你看 一运行 收拳出来了 搞定嘛 哦 这就是读取数据 嗯 没没没没没买 OK了 一字读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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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